把我這身很厲害的衣服變成比吉尼 這個裡面就可以活掉了 好像摩登也很死人了 什麼的 哇迪菜喔!是哪裡囉 你會贏了 廣東找到好呼咩啦 好啦好,今天要幹嘛 今天要來變魔術 你看我這身有沒有像面膜 沒有 沒有 我覺得這一定要穿了一下牛肉皮 不要超黏 光看這裡有 好我們今天要變 啊我這身很厲害的衣服 變成比基尼 現在要來裁切 我們要抓衣服 這邊可以放進去 直接剪 它是國際的裁縫套 謝謝謝謝我是國際的衣服 好來 八卦 要不要這樣就好了 來來來這個是什麼 喔 有妝需要有那個墊子 老師我要幫你穿真理線 老師要哪一個顏色 應該要粉色的 對粉色或白色 金索瓦的一個 哇我好期待喔天哪 好累 好了啦 太好棒了 太好棒了 前面醜醜的 沒關係 拿那個衣服 很強耶 有了 有了之後再一個拿 好 裝起來 好 哇好了好了 聽到吧 好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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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再給你們看 這個變成 夏孫 瞧不瞧 瞧得趕快 停下留言喔 老師夏孫也要縫啊 夏孫喔 欸 夏孫不可以選 不用 不用 我就給你 撿 好 你瞎怎麼撿 你瞎怎麼撿 我 你在考我 還是 還是你還沒想到 好 好 直接喔 哇賽 不規則的耶 確定嗎 蛤 好了 嗯 你是不規則 對 不規則 對 哇賽 有一點厲害喔 有東西有嗎 絕對有東西 絕對有東西 這個裡面就可以脫掉它 然後你會搭著 然後你會搭著 你覺得要這個 對 以後我們就自己 自己製作福斯 然後走出去街上 我會也賣這個 我會一直在看 放 鹿灰 我不知道他們這個男人太小了 所以去試一下 超狂野的 有沒有 什麼 好像摩登眼死人 什麼 夏威夷 夏威夷的人 你有沒有覺得瞬間 不一樣感 來講話 我們要來拍子 上大片 等一下 上大片 上大片 我們在拍子 要拍子 我們在拍子 我們在拍子 有什麼 我們在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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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其實OL其實都可以 因為它其實很像 吊帶襪的後面那一條就是這個角度 可以看得到 今天要來請菲菲老師為我們試穿幾款絲襪 今天絲襪比較特別 全部都是白色的 因為我們在路上常常看到黑色 黑灰敷比較常看 然後白色真的是比較難駕馭 今天請老師幫我們試四款 完全不一樣的風格白色絲襪 第一個是我們的吊帶風格 其實這種吊帶襪風格的褲子 一開始是男生在穿的 男生 很訝異吧 17到19世紀那種貴族方式 其實男生都會採用大量的蕾絲袖口 和蕾絲的褲襪 然後我們人的腿是從粗到細 所以如果襪子拉上來 它的漱口沒有做鬆緊的話 它很低調 這時候我們就發明了吊帶襪 牽住你的襪子 17到19世紀都是男生貴族在穿的 所以這個時代一直的演變 20世紀之後 褲子就已經完全取代了男生的吊帶襪了 而且絲襪慢慢的全部都是女生在穿 因為它有一種絲滑感 有一種女性象徵的代表 大家看一下老師已經穿好了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場合穿 我覺得其實OL其實都可以 因為它其實很像 很明顯 其實它可以拉到蠻高的 這個的泥素泥很多 我覺得它應該是只有100或120而已 對對對 因為它非常的透 以前摸起來的材質還不錯 蠻滑順的 你這個膠質的好痛 這樣可以 膠帶襪的後面那一條 就是這個角度 可以看得到 生活妝比較少見 下一套 大家看到東西選的就可以知道 它的年紀大概是在哪裡 那個應該是大學生的專 然後這個應該是比較偏年輕的對不對 欸 怎麼會是我的鏡子 什麼 接下來我們這個是草莓的 然後它上面有做一點鬆 這個應該算是中筒襪 這種褲襪 絲襪類型的東西 演變到後來的各種造型的 中筒的大腿的吊帶的各種顏色 紅色灰色 褲色黑色白色 那老師現在穿的那是我們的草莓 中筒襪 然後它上面滾在一種 陰兒的邊 陰兒的邊 好可愛的女友感非常的重 親手女想裝可愛 也非常適合 黃梅的airphone 性感的絲襪 穿起來可以這麼可愛 可是它其實是很透 好像還蠻可愛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一款特殊款 那應該算大腿襪 然後它的單數應該也是不高 我覺得非常的透 像這一種絲襪 如果你腿不細的穿起來 會放大出你的缺點 像我這種露的腿啊 有在穿白的 有一點它會超級重的 很像是罐牆你知道嗎 你可能會再穿到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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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我嘗試過後 我才發現原來 絲襪這麼舒服 那我的牆是不是就穿到牆 沒有沒有沒有 有點奇怪 好啦 教老師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雙 老師這一雙的單數膏嗎 我這一雙應該大概只有一把 這一種弓獵算是完全沒有浴寒的小鬼 只有兩個作用 一個就是讓人毛孔不見 第二個就是讓人膚色很美 這個的話應該會顯腿粗喔 如果說腿要撞的女生 撞的女生 撞的女生 那上面還做了一個小蝴蝶姐的設計 意味著什麼 這一個的褲子夠的斑太長 把它遮到這個狀態 那應該可以穿芭蕾舞鞋 或者是白色的小皮型 那我們來最後一個 我最喜歡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王襪 這種王襪呢 大家可以看出來 絲襪其實啊 它就是靠不一樣的編織手法 讓它產生不一樣的感覺 像這一個就是洞洞洞 那為什麼男生呢 會喜歡網襪 這就要從 男生最原始的漁網 因為網襪啊 這種網子啊 有一種漁網的感覺 有一種捕捉的感覺 它有一種捕捉的感覺 它有一種捕捕 束縛的感覺 它腳底板的網子 一直到腳趾頭 腿圍越大 它的洞混越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種變化 其實非常好看 而且其實是不透的耶 很習慣很神奇 剛剛應該講說 它封住這個觀念 其實不會 只要穿起來 還是把它比較熱的 有一種料理也是這樣 把肉塞在裡面拿去烤 對啊今天介紹的 五款白色的絲襪 大家最喜歡哪一款呢 這幾款好像其實是不太宏大 很難 很難 對對對 或者是很可愛的類型 會讓你的另一半 穿起來很年輕喔 就推薦給大家囉 我是一楠 我是一楠 我們下期見 掰掰